欢迎来到乳乳Recipe 今天为大家分享新鲜意大利面加甜罗勒 还有樱桃小番茄 材料有200公克的粗麦面粉 两颗蛋 12颗樱桃小番茄 甜罗勒适量 1茶匙的盐 1大匙的橄榄油 1大匙的酱油 少许黑胡椒粉 樱桃番茄俗称很多 又叫圣女果 绣珍番茄 迷你番茄 远远看上去像一颗颗樱桃 所以称为樱桃番茄 罗勒也称为甜罗勒 5000年前印度人就开始培育罗勒了 现在是意大利南亚料理的重要原料 一个大盆中放入200克的粗麵粉 用木勺将中间扒成一个凹洞 放入两颗蛋 放入1 4茶匙的盐 1大匙橄榄油 搅拌成团 粗麦粉 粗麦粉是硬直的小麦 为粘膜阶段的中间粉 主要用于制作 蒸粗麦粉 意大利面还有甜布丁 可以用全麦面粉 高筋面粉 代替粗麦粉 或是用等量的中筋面粉 粗麦粉和中筋面粉 主要的区别在于 粗麦粉比中筋面粉粗 颜色更深 更金黄色 盖上盖子 放置醒20分钟 20分钟后取出 有充分的时间让面粉与水充分融合 融合后比较容易揉成光滑的面团 再度放入盆中 盖上盖子 备用 面团不用时要盖上盖子 以免水分流失 分成四等份 取一份融成圆饼状 撒上少许面粉 撒上少许面粉 用擀面棍擀平 用擀面棍擀平 面团放入制作面条机中 来回几次 如果面太长的话可以中间切拌 撒上少许的面粉 这里用的是中筋面粉 放入面条机 选择宽面条 六七个樱桃小番茄 切半 其他的樱桃小番茄切成小块状 把田螺勒的叶子摘下 洗干净 少许的叶子切成细丝 剩下的切碎 分量可以依照个人的喜好增加或者是减少 现在煮面 大火烧开一锅水 水放多一点 放入一茶匙的盐 把面放入煮开的水中 不时的搅拌 大约煮三到五分钟左右 用滤网捞出煮好的面 放入大碗中 加入一大匙的橄榄油 搅拌均匀备用 锅子放入一大匙的橄榄油 放入切成一半的樱桃小番茄 开中火 煎到软 撒上少许的盐 取出备用 取出备用 放入切成小块状的樱桃小番茄 放入切成小块状的樱桃小番茄 加入两大匙的橄榄油 加入两大匙的橄榄油 加入一茶匙的盐 少许黑胡椒粉 少许黑胡椒粉 放入切碎的甜螺热 拌炒均匀 拌炒均匀 kilogram 加入一大匙律 加入一大匙酱油 半炒均匀 加入一大匙的橄榄油 细丝的甜螺乐 橄榄油煎香的 樱桃小番茄 新鲜意大利面 加甜螺乐 还有樱桃小番茄 完成了 谢谢您的收看 希望您喜欢这次分享的食谱 祝您度过美好的每一天 也希望能再次观看 下一次的分享